也是契機,因為我們知道 我自己是這三十年來 在不斷的課綱的改變之下 從一個學生到老師 後來一直到變成在大學教書 然後也在傳統 原來在音樂系 其實我在教的是西洋音樂 也教也做傳統音樂 台灣的傳統音樂 亞洲各地的傳統音樂 那麼長的一個階段 今天再回過頭來看 這個十二年國教 特別是藝術領域 這一個部分 課綱怎麼來做修正 我想很直接的就針對今天 剛才一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洪主任已經把 會面臨到的問題 都直接跟大家說明了 那我是認為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 課綱你怎麼修 因為我們知道課綱是一個綱領 其實就是一個方向 然後教 老師們要在科技學校 按來教的時候 有所本 它只是一個方向 它不是限制你不能怎樣 不能怎樣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原則 接下來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現在要把傳統藝術 如何變成一套完整的知識體系 納進到我們教育的十二年當中 如何去布局 那這裡涉及到的就是 像剛才 副局長所說的 怎樣把這個轉換成為一個教學 可以來教學 而且可以來傳遞 知識的一個體系 而且進入到這個體系裡面 第一件涉及的就是 我想 現在的 藝術人文這個領域裡面 我們看到分成了三個 一個是視覺藝術 一個是音樂 一個是表演藝術 那我們看到 這裡面 接下來就是 要讓老師們來教教什麼 第一個會涉及到的 就是Proportion的問題 叫比例 什麼叫比例 比如說 這個知識 這個知識領域 我到底要從哪裡下手 誰為主 我為什麼說從三十年開始 之前 我們看到 我們從 我們所謂的國民教育開始 就是台灣光復以後 一直以來 為什麼我想從這裡開始說起 沒有辦法 歷史的變遷 一直的影響著 我們對於課綱的理定 這裡涉及到史觀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最近 很多很多的高中生會提到這個問題 因為涉及到史觀 就會難免會碰到 就剛才我說的 比例原則 你這個比例原則 你要選擇的是誰 那第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選擇的是 哪一個是哪一個是 也就是說哪一個是一個很完整的體系的 所以我們要先來分享一下 在小學的時候 開始接受的 西洋的音樂 或者是以西方的 藝術美展教育為主體 然後接下來有一個是什麼 中國 就是這兩套 包括我的老師 以前他在寫 許常惠老師 他在寫音樂的時候 寫出來的時候 我在收的時候 我這裡也是叫做中國音樂 所以這個想法 就像馬水龍老師 他寫了很多的音樂 裡面也有他寫中國藝術歌曲 所以在那個時期的 時光沒辦法 就在那樣子 所以這個影響到 我們對於課綱的一個確定 所以那個時候是 因為這個教育體制的 剛才我說的 西方音樂 或者是西方的這個美感教育 是被確立 而且很完整的